來繼續來看台東坐溫 總算是要回合通車囉 台東的坐溫 去年11月四英文車心回去 漸停行速到達 已經將近四五月 市長路市員再去來散步 三月二五開始 要再進行一五月四英文 這段期間民眾坐坐溫是不用錢 四月二五要正式來通車 終結Ready 安全上路 因為車心回去 在三月四五月台東坐溫總算要通車 市長路市員說明 三月二五到四月二十三次英文的時間 免許是拿電子票正都可以坐溫錢 四月二十會天一天丟臉 所以四月二五正式通車 那命運多采的一條這個 那但是呢我想沒有關係 困難可以克服 今年在過 台東坐溫 7月1日的時間 發生車心回去的時間 為了安全 台東市府和申報工程 施設開六百歲期 確定沒有問題 這麼正式通車 從法國送到臺灣 我們都有抽驗去做破壞性檢測 物理特性 化學特性 基本上都比我們的設計值還要再高 總算要通車 不過本來市府已經通車的時間 十九年十二月 現在率先四五月 市府說等到正式通車之後 會叫申報工程的質問 工程叫北清 二